英泰坦诚也有鲁蛇时期 带入 英泰把以前鲁蛇时期的记忆,带入电影没关系,是渣男啊! 图天骂行空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四 曾以电影《百元之恋》代表日本出战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武正晴,今十四日来台宣传新作没关系,是渣男啊! 这也是武正晴计《百元之恋》拳击题材之后,在以职业摔脚,K1,综合格斗等元素为题,找来英泰和佐藤江离子演出,甚至邀请到摔脚界传奇男神武藤静思,即正牌K1王者武尊等职业好手客串演出。 武正晴导演更爆料,电影的原型其实来自前作《百元之恋》编剧足利深的真实经历,因为酷爱职业摔脚,因此当看到大型摔脚团队争才,便费尽苦心说服太太去应征,甚至和片中的秀夫一样帮太太写了一封门情并茂的履历, 让太太顺利录取,然而看住太太和摔脚团队的帅哥们越走越近,却忍不住大师飞簇,鲁舍样和英泰的演出如出一辙,就连英泰自己也表示,自己在准备这个角色时,完全就是以过去尚未成名时的鲁舌时期为蓝图。 吴正勤导演在拍拳击题材电影没关系,是渣男啊。 吴正勤导演表示,过去担任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祝导师, 便和英泰合作过,当时极深守英泰的魅力吸引,决定有一天要和他合作,导演也幽默地说,像秀夫这样的渣男,大概也只有像英泰这样的帅哥出演,才不会被大家讨厌吧。 没关系,是渣男啊讲述秀夫,英泰。 是,整天无所事事,一心只想到坎城走红坎,生活全靠女友加奈子,做腾姜离子。 是,接济,加奈子为了生计,勉强进入阳城英摔的职业摔脚联盟套生活,喜爱摔脚的秀夫却盗用加奈子的工作正向抗霸王赛,还乱吃飞醋大闹比赛现场,加奈子无奈离职,却再度因错阳差进入K1综合格斗联盟工作。 这回秀夫气急攻心,竞枪生K1,王者,要在擂台上定估之,秀夫决定使出传说中的方法演技,效法满牛里的劳伯迪弥洛,变身世界拳王赢得美人归,渣男能成功变身英雄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